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网友赶快点进去一看 原本以为她是要当AV女优 想要笑她 骂她 结果人家是要当AV影片的导演 哇 这个事情一出来 我仔细看了这个新闻之后 我真的不得不给米莎拍拍手 我认为她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就是如何操纵媒体 或者如何运用媒体 来为自己去营造一个比较正向的形象 各位你想一想 米莎过去爆出这么多事情 其实你可以感受到 整个媒体或者网民 其实对她是非常有敌意的 如果今天米莎 她真的去当AV的女演员的话 是不是除了媒体会报导她之外 大家一定疯狂的骂她 说你这么丑 你这么胖 你凭什么不要当台湾人 不要丢脸 大概都是会讲这些有的没的 可是她用这样子一个AV 大家嘴巴上骂 可是其实都非常好奇的话题 大家一点去看之后才发现 原来她是要当导演 而当导演跟当演员是完全不一样一回事 各位你有没有想过 你当AV的女演员的话 可能大家觉得魏杰好像虽然你爱看 但是位阶就比较低 但是摇身一变 米莎就成为了所谓的导演 这可能就会为她引来更多的合作 而所谓的合作也都是让她可能拍片当导演 或者当制片 整个把她的形象 level往更高一层楼去累积了 这个事情又让我想到鸡排妹 各位我必须说鸡排妹跟米莎某种程度是很相似的 因为她们过去所做的事情都会被大家贴上一个 好像穿的比较少比较露 这样子一个有一点负面的标签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世界级的影后 舒淇他以前也拍过类似全裸写真 那么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像舒淇一样 也是运气也是自己的努力 能够慢慢一件一件又把衣服给穿回来 大部分的人可能都还是会被一个既定的形象给捆绑住 那么如果你被既定的形象给绑住的话 怎么样 让你能够扭转乾坤 让这一切是往好的方向走呢 鸡排妹也做了一个非常好的示范 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你去日本发展 那你就等着拍AV吧 她没有 她开始主持了网络的节目 虽然是聊跟性有关的话题 可是都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 而且她不是自己讲 她是作为一个主持人 旁边搭配一个知名人士或者专业的医生 她等于把自己又塑造成一个 能够讲这样子话题的主持人 能够主持这样节目的主持人 进而衍生出她开发了情绪用品 这样子她立刻又变成了一个商人的形象 也就是说米莎和鸡排妹 其实都妥善地运用了大家对于性的好奇 被贴在自己身上的标签 反而去延伸出了更大的商机 更多的商品 并且让自己的位阶还有形象 能够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 所以如果你要我说 这个礼拜我看到觉得最聪明的女人是谁 那这个奖就颁给米莎了 而像他们这样的做法 其实不管是每一个个人 还是每一个企业 其实你都可以妥善地运用 来打造自己美好的形象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大家都知道 最近福安巧克力的事件 让很多她的合作厂商灰头土脸 比如说桂冠汤圆 原本有非常多 卖得还不错 但因为跟福安巧克力合作的商品 现在就没有办法卖 你知道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吗 他们立刻决定 把回收的这些跟福安巧克力 合作的商品 好吃的巧克力汤圆 限定 只要你是公益团体 打电话来 我们确定你真的是公益团体之后 就把这些巧克力 免费地送给你 各位这一招太高了 这样子等于把原本可能要销毁 卖不出去的商品 送给这些公益团体 不仅不浪费食物 还能够博得愿意做善事的美名 这就是一种我们每个人 每一个企业都应该学会的 扭转危机 公关处理法 美沙做到了 鸡排妹做到了 桂冠汤圆做到了 我希望你也可以做到 如同我之前一直提到的 现在跟我们的影片 按赞留言加分享的朋友 我们会抽出一位送书 这次要送出的是 为谁辩护这本书 各位我每次送书 其实都是有道理的 你看我前面讲米沙 讲鸡排妹 是不是好像你以为 我在替他们辩护 其实不是 我的目的呢 是希望能够传达正能量 而这本为谁辩护里头 举了非常多 在法庭上跟法律相关的 真实的故事 我希望大家看我们的影片的同时 也能够有机会抽到 这样子一本好书 透过书里头故事的例子 你也去思考很多人生里头 可能会遇到的情境 成为一个具备同理心 又温暖的人 希望你跟我们的影片 按赞留言加分享 让我把这本书送给你 那么我们下一次的影片再会了 拜拜 by bwd6